好 剛剛提到了這個杜紫辰 假寒粉好多喔 沒關係啊 也許我們就講喔 像這個杜先生 還有這個王毅元 他們就覺得說 哇 我們這樣子蹭著韓國語 你看你節目討論喔 哇 我就有聲量了喔 對 那就讓你有聲量 那我就繼續來檢討你 無所謂 大家各取所需嘛 你喜歡有聲量 我們去檢視他的言論 但我喜歡檢視你 那我高興 好不好 我就喜歡檢視你 來 我們先來看這個王毅元好了 王毅元不得了 在韓國語所謂五點 聲明發完的時候 他有四點分析 這四點分析 簡直是驚天地氣鬼神 前五股人後 肯定也不會有來者 比方說 他說第一 韓國語的負面聲量 他不是說高了 他是說前後差了50% 就因為五點聲明 從75的正面 變成只剩25 我不曉得這50%掉 當然我想可能有掉啦 我不知道是 看什麼民調算來的 這民調可信度如何 我不知道 因為你沒寫 我想看一下你的資料 第二他說 我跟你講 因為韓國語五點聲明 導致民進黨的聲量大漲啊 國民黨都急速往下掉 所以交叉了 本來是國民黨聲量高 對 然後民進黨聲量低 因為還有五點聲明 所以交叉 現在變民進黨聲量高 你還好嗎 我真的請你把這個資料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 是哪一個單位做的哪一種調查 可以這樣子誤導你一個堂堂的市議員 再來第三個 他說我告訴你 辣妹妹回來了 因為韓國語這麼一講 蔡英文聲勢往上隨便 再來第四個 他說顆爛被邊緣化了 所以很明顯的告訴你 他是假韓粉 但是他是真英粉 對 假韓粉 真英粉 所以我就說嘛 你們就是一眼假 然後假到哭 不是嗎 你就一眼假假到哭嘛 紅黑姐 你說這樣的 這樣的藝人是不是 對啊 因為王浩宇 他其實本來是綠黨 但是他現在的言論就是 完全是民進黨的這個附庸 包含綠黨最近不是做出來一個民調嗎 也是那個蔡英文大贏 大贏那個賴清德 所以感覺起來真的 他其實是一個真正的 蔡英文的粉 王浩宇事實上是真的是 全力在輔選民進黨 全力在輔選這個蔡英文 所以可能在這次的列委選舉裡面 民進黨可以考慮提名王浩宇 也包含他扒著這個鄭文燦 或者扒著這個 對 蔡英文也好 對 可是因為你們現在只講到這個王浩宇 對不起 容我講一下杜紫誠 因為最近 紅文也受不了處 直接來直接來 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杜紫誠最近的發表的言論是 他其實是到處在罵人 那他的形勢作風也非常特殊 那因為我有些媒體的朋友 那麼有些是在一些財經性的這個媒體裡面 那他常常呢 用私訊 或者是寄一些東西給這些媒體 那當然就是他的這個大助 他評論這個評論那個 他罵這個人罵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的想要用罵人來衝聲量 但是我為什麼在這邊我說我要去講杜紫誠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前陣子我參加立委出選 立委出選我是敗選 那我尊重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基本上對我的選民來說 大家的選擇我當然要尊重 我的努力不夠 可是請問一下杜紫誠先生 你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他竟然呢 評論我這個事情就說 你看這個王滬輝趁韓也沒有用 就說你就是等於說你支持韓國瑜也沒有用 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你批評韓國瑜 其中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因為他有一個製造假新聞 他事實上應該是被關的耶 對喔 他自己還道歉的喔 如果按照這個民進黨的這個什麼 假新聞要關三天 現在要關三年 對 要關三年 他是一個實實在在製造假新聞的人 後來他自己都要道歉嘛 那這樣的人我想請問你 你有什麼資格在評論別人啊 你有什麼資格在評論別人 所以我老實講就說 你很多的事情做一些評論 那你如果有基於事實上的一個根據 大家會尊重你 但是如果你只是因為想要衝自己的聲量 或者你想稱什麼樣的人 然後製造你的聲量 製造媒體來注意你 關注你 當然 比如說今天我們就討論到 像杜子誠這樣的人啊 王浩宇這樣的人啊 其實他們心裡會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說 哎呀我的聲量又很高啦 那大家下面又一堆來討論我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說 今天不管是在政治界也好 或者是在一個評論界或財經界 如果你是真的以你的專業 然後讓人家去信服 那我覺得大家會尊重你 而不是做一些無地放屎 血口噴人 我老講我覺得杜子誠 本來我還對他過去的專業 有一些些 對 我真的有一些些尊重 因為我過去跑財經新聞 我跟杜子誠 我沒有跑過他 但是我總覺得一些財經專業的人 我覺得你總是要有一點點的 那樣的格調嘛 那你跨界來做評論 你在評論什麼東西呢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對王洪威的評論是說 王洪威你有哪一些部分 你是做得不好的 沒有辦法讓選民接受你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虛心受教 但是你今天評論什麼呢 你只不過要黑韓國瑜嘛 所以反正把王洪威也來黑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蹭到韓國瑜了嗎 所以我覺得拜託 你可不可以讓所有的這個財經界 讓我們覺得乾淨一點好不好 有一些專業的評論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杜子誠 或者王浩威剛才講到說 有沒有所謂的假韓粉問題 對不起 容我有一點時間 因為剛才我們在講 假韓粉的時候 就有 因為剛才就有通知我 那個在我的Line裡面呢 就有那個這個 傳這個圖片給我們 你看有的韓粉 這是你們新聞龍捲風 不是收視率也很高嗎 然後非常好笑 他說 他說我韓粉啦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只有韓總 是說台灣政客裡面 他是講什麼 高度最高的 這邊就是講 這個非常支持韓粉 然後自己又承認說 還有20分鐘 我就是韓粉了 明天中午 我是賴粉 然後晚上 我是柯粉 啊 你知道也有 也有這種 這是 神經分裂 對 但你會覺得 精神錯亂了吧 它裡面弄很多啦 反正就是下面有一些 有一些 真的語無倫似的 那我要講就是說 因為在這些的網路的世界裡面 有一些像王浩宇這些人 他其實他有政黨的目的存在 他也許想拼立委 他也許想讓民進黨能夠看到他 然後以後民進黨會不會 給他一個部分去 我也不知道 然後呢 像有像杜紫誠這樣的人 就是我不曉得 他的出發點是什麼 是為了過去 他覺得他自己懷才不遇呢 還是他今天為什麼人發聲 還是他只是蹭蹭亮 什麼樣的人都有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對於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剛才去呼籲韓國瑜 呼籲韓國瑜 就是你也要正視 在你的所有的粉裡面 的支持者裡面 有沒有有些人太過於激動的 可能反而害了你 可是同樣的 我也呼籲 國民黨的其他的 我們的候選人跟政治人物 因為有時候你被攻擊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生氣嘛 會非常生氣 那比如說 當著杜紫誠攻擊我的時候 也許我也會覺得說 你到底目的是什麼 你後面有沒有些什麼人 但是大家所有被攻擊的時候 大家也要冷靜跟理智 真的也要冷靜跟理智 真的不要被這個所謂的 假凡寒粉也好 什麼來攻擊人的也好 而破壞了我們之間的團結 否則的話我真的覺得選舉的時間 真的非常有限 那被這些人這樣分化 挑撥離間 而造成我們之間的 彼此之間的心結 或者大家的裂痕 對我要講的是 那這樣大家就都中計 我要講就不要中計 不要被這些人挑撥離間 分化 這是非常重要 除了韓國瑜之外 其他的國民黨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大家也要高度 去重視這個問題 真的 對 我的就中個圈套 剛剛洪文姐講 這兩個人就想要被罵 想要被人家酸 是啊 他們覺得很爽 因為這樣我們身上會變 會這個身高 那好 那我就罵你 那我就酸你 你喜歡 我也喜歡 那何樂而不為 來 剛剛講到 除了這個王浩宇 有非常 這個真的是 驚天地氣鬼神 神預測吧 他通動武林 驚動萬叫的這種 觀察啦 觀察啦 觀察之外 剛剛講這個杜子誠 我跟各位說 杜子誠為什麼 特別拉出來講 倒不是因為 這個 他怎樣 而是因為他有一個 非常特殊的身份 他跟這個 鴻海集團的關係蠻好的 今天當你不斷的出來 攻擊韓國瑜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把你跟 郭董聯想在一起 也許沒有 但是你的身份 就會讓人家 有這樣的懷疑是 你是不是幫著郭台銘 在攻擊韓國瑜 幫著郭台銘 在攻擊吳敦毅 所以我說 如果大家真的要搞團結 麻煩你 不要再說話了 為什麼 因為你之前才爆料說 怎麼 反正話來你也道歉了啦 反正說怎麼 韓國瑜打電話給吳敦毅 寫信 寫信 你真的太好笑了 現在Email都沒人在用了 所以韓國瑜還要 老筆這樣 然後寫信 寫信寫給吳主席 什麼年代 寫信給吳主席說 只要徵召什麼的 後來你道歉了 我以為你就不會講話了 沒有耶 還有 道歉完繼續弄耶 續集 繼續弄喔 昨天PO兩篇文章 第一篇他先PO這個 他說據說 就在這個星期六 難霸天 但是酸韓國瑜啦 跟當主席 兩位權貴 即將要屁事密談 決定要採徵召 或是徵召民調的方式 他要這兩個人全程直播 以示大功 否則就把聲明指給吃回去 全部都是他一個人在上讀教室 他是誰啊 他自導自演耶 好 沒關係 如果 我就請問杜先生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背後是誰啦 如果禮拜六 假如沒有見面 你要不要道歉 再來 現在已經不是這兩個人 屁事密談可以說要是徵召 還是徵召民調 對啊 因為昨天的中場會 基本上已經把辦法給確定了 對 有沒有屁事密談 我不知道 是不是禮拜六我不知道 但是光是這一點 你就應該再道一次歉了吧 你就應該再跟韓國瑜 再跟吳主席 再道一次歉了吧 什麼叫做全程直播 以示大功 做不到就把聲明指推回去 你真的是唱獨角戲耶 一個人自導自演 主角 男主角 女主角 跑龍套的配角 編劇 導演 燈光 劇組 八片當中 你可能全包啊 到底有什麼困難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啊 然後現在還講說 韓國瑜當然要民調啦 因為他不敢 這個真的初選 因為他怕辯論啦 怕辯論 看看他跟陳其邁辯論的表現 就知道了 他好像很不會論述 我想當今政壇 要說會議講話 韓國瑜如果說他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說是第一啦 林克 其實我聽說 王浩宇跟杜子城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典型 王浩宇呢 是我們都知道 他襯函襯得非常厲害 那他目的是幹什麼也很清楚 因為他想要選立委 然後還希望最好民進黨能夠領讓他 所以他不斷的在捧 那個民進黨的人 那實際上呢 民進黨對他其實很多人是很反感 因為覺得這個人根本是個超級豬隊友 然後沒事在那邊胡說八道一堆 然後要趁我們 這些民進黨的關懷 其實對他們 對王浩宇本身是很不滿意的 那但是王浩宇他還是樂此不疲 為什麼 因為對他來講他只要他的 他只要網路聲量提升就好 管他好了壞了他都無所謂 對他來講是這樣 可是杜子城就是完全不一樣一個典型 第一個 這個人喔 剛剛佑正也講了 他自己從那個導演男主角劇組 然後發便當全包 我跟你講他連領便當自己都包了 他就自己發然後再自己吃掉 他自己領便當回家 我跟你講 因為理由很簡單這個人喔 他很期待外界對他的光環 所以你看 你們又中招了吧 你們終於又開始報到他 他又中招了 沒關係他喜歡被罵 那我們就 然後再來呢 我必須說這個人無聊得很 第一個 他已經被自己打 把自己臉打很慘 說什麼韓國瑜寫信給吳主席 那已經韓國瑜出來一否認之後 他其實沒有真的道歉喔 他當天講的是說 好啦這樣子 我雖然有消息來源 但是我道歉 可是如果說確認沒有這回事的話 你韓國瑜繼續會留在高雄當市長的話 我去高雄當義工半年 其實他根本沒在道歉 他是故意在酸韓國瑜而已 但是問題是我批評說 杜城老兄啊 沒有人稀罕你來高雄當半年義工的話 別別別 你來幹嘛啦 說真的你要浪費我們的糧食不好 你回家吃自己就好 但是我必須講 然後你才剛被人家打臉完 馬上要跳出來再繼續打臉這個 而且你才剛發完之後 人家就開中堂會決定直接民調 那要不要再道歉一次 對啊你要不要再道歉一次 然後你不講了 而且我老實說 南霸天沒有人在形容韓國瑜 南霸天以前在形容的是誰 陳曲 花媽啦 黃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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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有屏東那個是不是 對 所以我是覺得 你要引用這些名詞的時候 你要不要想清楚一點 這兩個如果能夠開密室密談 我一定要看直播 能夠這種直播 千載男朋友的機會 你說花媽跟独頓義是嗎 南霸天跟董主席嗎 黃玉雲的話更精彩 所以我真的覺得 第一個名詞已經要對 第二個呢 杜子晨就是希望 大家能夠看到他 其實大家看到他的目的幹什麼 他其實就是一種相對的炒作 雖然他沒有要競選立委 可是他希望他在網路上 炒出一些名聲 一些媒體來報導他之後 這時候他再轉過來 去跟某一些人要另外的東西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非常單純 沒關係我相信他要不到 所以我們繼續 但是問題是呢 他不斷的演這種 這種三流戲劇呢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你會被那些你認為你在停的人 認為你是個超級豬隊友 你知道你真的人家覺得 你是在幫我講話 你不要害我好不好 尤其你又被人家查出來 你跟某一些財團有一些特別的關係 那你有這些特別的關係 你覺得這個財團現在 現在是覺得很高興嗎 這個財團現在覺得很痛苦耶 像他現在想法一定怎麼樣 把你很漂亮的踢開 很華麗的把你踢走 他的想法一定是這樣 只是不能做的太難看而已 但是你相信我 這個財團有 全世界最堅強的律師團 他一定有 一定有辦法解決你的 所以我真的拜託杜誠先生 你年紀也老大不小 不要再做這種 蹭別人 蹭來蹭率蹭來蹭率 然後蹭了自己一鼻子灰 只是讓自己人生活得很難看而已 這樣對你來講 有什麼意義呢 老實說如果有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跟你講不要毀及記憶 該去看醫生就要去看醫生 不要在那邊掙扎